你有观众朋友还记得吗 上个月中国河南省郑州发生了世纪洪灾 根据官方所透露的数据说 有将近300人罹难 除此之外还让数十万辆的汽车 因为泡水而爆销 从空中府看 这个密密麻麻一片的十分惊人 简直就是汽车坟场 上个月中 郑州在短短三天 降下了相当于一整年的破纪录雨量 大片民众受困在地铁车厢 还有地下停车厂等处 不幸罹难 截至这个月初 还有数十人失踪 而河南省各地的死亡人数 加起来更是超过300人 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汽车 泡汤 大批建筑物受损 经济损失约折合 新台币高达5800多亿元